尊敬的 主位同修 主位护法 大家吉祥 阿弥陀佛 今天 师父在借 共修 这一段的姻缘 就跟大家来借个法缘 希望大家能够 这一生当中 这个念佛 能够得到利益 所以 再借这个短短的时间 再来跟大家 讲讲话 希望大家 要地听 地听 要专心的听 要专意的去听 听经才能够得到利益 首先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应当要知道 要明白 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 是在哪里呢 这个事情 我们一定要把它 搞清楚 搞明白 对于我们念佛的目标 对于我们念佛的目标 清楚了 你就会精进了 你就不会容易懈怠 而且你在念佛当中 你会发现 借用这句名号 天天的不断的反省自己 检讨自己 检讨自己 观察自己 这样念佛 才能会得到利益 不然的话 我们念佛 烦恼也是造就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的 去提醒自己 反省自己呢 因为我们反复 人非圣玄 殊能无过 我们反复容易迷惑颠倒 迷惑了 那我们就会避免不了去造业 只要我们一天的反复 你就避免不了自己的果实 所以为什么我们念佛的原因 就是在这个地方 检讨自己 怎么样来成就自己 怎么样来帮助这个道业 能够天天的进展 天天的进步 这样念佛才会有意义啊 你说对不对呢 不然的话你念佛做什么呀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希望我们同修博士的金钟协会 你们要好好 要记得 我们今天来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啊 不然的话 真的很可惜 但是啊 今天如果我们念佛 只是因为为了要修一点福报 比如说我要修福报 你不用求 因为这句名号的福报太大了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你不用去求他 只要你念这句阿弥陀佛 都能够修福了 如果今天 你只是说 我今天来念佛 只是说 我只要修福 我要消灾免难 或者增加我的 人天福德之事 那这句阿弥陀佛没有什么特色 为什么呢 你可以不用念阿弥陀佛 你可以念观神菩萨 你可以念地藏王菩萨 或者你可以念文书斯利菩萨 普贤菩萨 大士之菩萨 或者其他的菩萨 或者其他的诸佛 主书 如果我们只是需要一点福报而已 你没必要念阿弥陀佛 那今天我们阿弥陀佛的特色在哪里 这个就是我们的特别 我们念这句阿弥陀佛的特色是在哪里 大家有没有知道 有没有请留意 今天如果我们念阿弥陀佛的特色是在哪里 今天如果我们念佛的特色是在哪里 我要来断烦恨 我要来断烦恼 我要超越六道轮回 而且一生圆满成佛的 那这句阿弥陀佛就非常的特色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特色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待一夜往生 释迦牟陀佛讲经佛法 八万四千法门 没有像念佛法门那样的 你去找没有 唯独只有念佛法门 有待一往生的 所以这一下很好呀 我们心就平了 你自己想一想 你起心动念 你的念头 你的原意 你的造作 每天不断的造业 将来说我报 所以 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的特色 就是在这个地方 净土法门的特色就是在这个地方 待一夜往生 所以你不要害怕 只要你去足三之两 就是说戏愿 戏愿行 你就能够往生西方 你不用断烦 一个断烦恼很难 你看其他的法门 你要听好 大家一定要听好 因为今天是我没有用稿子 你要大家听净土 释迦牟尼佛讲八万四千法门 除了净土 除了净土 如果你想要超越六道轮回出三界 你看经典 讲得很清楚 如果我跟大家讲这些经典的基础 你会想 还好我认识这个净土 不然的话那就惨了 很多人 在这个世间只求福报 为什么 因为他想要到天界去享福 他不想到西方其乐世界 为什么 因为西方其乐世界跟天界不一样 像中国人 一般的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求的就是福报 生在哪里 道立天 所以西方国家的上帝 指的就是道立天的天主 你看 如果你这一生想要断烦恼 超越六道轮回了生时 首先你要断什么呢 你要断三界八十八品建货 八十八品的建货 你断进了 你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 如果你还有一丝毫的 还没进的话 你是没办法往生西方其乐世界 你是没办法超越六道轮回 所以 这一条路不容易走 释迦牟尼佛走得太久了 走了一条冤枉的路才告诉我们 成佛之后 这一条老路不能走 赶快介绍给我们念佛法门 因为念佛是心路 让我们走心路更快的 只要你相信有阿弥陀佛 只要你相信西方其乐世界 然后你发愿 你老实念佛 你就能够超越六道轮回了 所以尊敬的这个同修大德 你想一想 你一生 不要说不迷惑不颠倒 你保证你每天不照页 咸吗 太难了 讲话都是讲别人了 不是得罪别人 都是让人家很伤心的 脾气一起来 火烧功德脸 信心苦渴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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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脾气一来 全部烧光光 等一下礼拜六又回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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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脾气 又没有了 等一下好了 又礼拜六回来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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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发脾气 又没有了 那你什么 什么是一个头啊 没完没了了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道德 念佛就是叫我们修行 当下要修行 不是在临终的时候修行 为什么要修行 让我们将来临终的时候 没有障碍 所以尊敬的 最统修道德 那我们今天念佛的目标 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有没有人知道 没有别的 就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我们的目标 不是来求福的 你不用去求 因为这一句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你不用去求他 只要你念佛 你就可以得到了 但是最高的 就是你念佛的目标 就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像师父每天 看着阿弥陀佛像 你看师父后面有没有 阿弥陀佛像 你看师父的后面那一尊 师父每天观想这一句谱号 阿弥陀佛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到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现在我父亲已经往生了 我没有什么责任了 我没有牵挂了 什么时候来我就赶快去 到现在还没来 因为现在的世间的众生 很难度 我每天就是这样的 念阿弥陀佛 观想阿弥陀佛 我一天做一天 哪一个地方需要我去做 哪一个地方需要布施 我去布施 哪个需要地方我要去 去贡献的我去贡献 但是追根到底 还是要天天反省 天天检讨 那为什么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 因为修行容易 断烦恼容易 了生死容易 为什么呢 经善不是讲得很清楚了吗 诸善善人就会一处 我们在西方极乐世界 每个人都是善人 我们每天跟十方一切诸佛在一起 我们每天跟阿弥陀佛在一起 每天跟观世音菩萨在一起 每一天跟大师之菩萨在一起 跟这些好人在一起 哪怕是我们有烦恼 我们有脾气 你也不会发脾气 你也不会去烦恼的 为什么 没有那个环境 我们这个环境很难 为什么难呢 你看 听到的 有时候听到一些话 感觉不舒服 放脾气 看到的 起了嫉妒心 称恨心 很难 但是很多人听不进去 没办法 从这边听了 从这边出去了 从这边进来 从这边出去 刚刚听进去 过了十分钟 又忘了刚干净净 所以觉醒 警惕心很低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 所以你看我们的祖师 十三祖 印光大师 你看印光大师 他的坊间留房 只供一尊阿弥陀佛 然后供一杯水 我们供佛像 其他的可以不供 可以 最重要供一杯水 大家要记得 这些蜡烛 香水果 这些花 你可以不供 供一杯水 因为佛不需要吃这些水果 佛也不需要这些蜡烛 不需要 那个是表法 供一杯水 为什么要供水呢 将你修清净心 你的心要像水一样 谈虚 做人要谈虚 不能傲慢 不能自傲 不能供高我们 这是水的代表 你看印光大师 每天就是这样 供一杯水 在桌子上 只有一部经 哪一部经呢 阿弥陀佛经 你看 你看他有人这样 老老实实 老老实实 一句阿弥陀佛 而且在坊间门口 写了一个字 贴在门口 什么字呢 有没有人知道 印光大师的很有名的 写了一个死字 死亡的死 死字贴在门口 坊间的门口 提醒自己 每天提醒自己 所以很多人 问那个 印光大师 师父 不吉利 怎么把这个死 写在门口 提醒自己 人生无常 念佛要紧 往生西方净土要紧 世界上都是假的 都带不走的 都带不走的 念佛要紧 都是这个目标 所以以前 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也蛮可爱的 以前墨尔本 有一位居士 师父跟他认识 很熟了 十几年了 那有一天 那要过年 打电话 师父 能不能写一个法宝 这个新年到了吗 我就写了一个字 不是我写的 我请人家 印出来 从那个电脑 印出来 很大的一个字 然后用红纸的纸 把它印出来 什么字呢 死字 然后把这个死字 寄到墨本去给他 然后他收到的时候 他打电话给师父 他心里很难说 师父 新年大吉大利 新年快乐 师父 你怎么能够写这个字呢 这个不吉利 你不是教我写法宝 提醒你吗 这个就是提醒你 你看新年到 说明什么 你的说明又减了一岁了 你还不觉悟 你还在搞那些 你看我们每年不是过千年吗 哎呀 新年快乐 花起发财 不是时间也过了吗 提醒大家 所以上个星期 跟大家分享 这个叶果夫人 你看叶果夫人 你看她的丫鬟 她念佛 念多久 往生西方净土 一年 人家一年念佛就成就了 我们念佛不知道 那几年了 到现在还是一样 不但不进步 每天退步 有没有 承认 所以今天 你们礼拜六 你要保持 一起聚会来共修 来念佛 目的没有别的 跟师父一样 每一天不断的反省 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警觉 检讨自己 我这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人生最大的目标是什么 这个一定要清楚 所以米开比喻我们机会一处 机会一起 一起来念佛 一起来诵经 然后来听经 你看 又回向 又消灾我们的业障 不但又消灾我们的业障 又修福 如果这一生 我们不到西方极的世界 起码我们不到山口去 起码人天福德 人天的福报 我们会得到 这么好的姻缘 你还不念佛 还跑去哪里 所以不能懈怠 我们的博士尽忠学会的同修 无论怎么样 我们要一点一起来共修 不要看人家的什么脸色 也不要看什么样的 我们的心一起来念佛 所以你看那个 月果夫人和那个庸人 一年了念佛就往生西方进 那夜果夫人本身 你看 她的莲花是金色的 金碧辉煌 光明动燃 说明她的境界已经达到念佛 三昧了 就是说 她念佛往生 自由自在了 什么时候走 她什么时候离开 什么时候留下 她就可以留下 所以她的意思 所以她当她 拜授的那一天 她为什么在拜授的那一天 就是她生日的那一天 往生呢 夜果夫人都是她的 当天都是当年 就是说 生日的那一天 她往生西方进 而是站着往生的 那为什么要在那一天的 拜授的时候 表演给大家看 念佛是真的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真的 阿弥陀佛是真的 她一出现给大家看 表演给大家看看 度了多少人念佛 那个时候 所以尊敬的主意统修大德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博士金中协会统修 你也要做一个好样子 给别人看 念佛是个好事 如果大家看到你一个好样子 诶 写佛的人不一样 念佛的人不一样 讲话不一样 动作不一样 脾气也不一样 个性也不一样 人家看到你这样的修行 看到你这样的修养 人家才会跟着你念佛 如果你今天念佛 哎呀我做这个地位了 我做总干事 我做会长 大家一听我的 你要听我的 霸道怎么样怎么样的 人家看到你 哎呦念佛人是这样的 这种的念佛 谁能够相信你呢 所以我们要互相的学习 互相的提醒 不是谁老大 你老大 还是我老大 我们都是阿弥陀佛的弟子 这个就是我呢 跟大家的分享 难得吗 跟师父在一起 所以每天礼拜六来 大家一定要 好好共修 好好念佛 做一个好样子 给大家看 将来大家看到你这个样子 你想一想 你会度了一个人 将来他如果往真西方 这个世界 那你的功德是无量的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师父 我要学佛要从哪里开始 从自己开始 从自己 从小小的事开始 从我们日常生活里面 起先动念 慢慢的去开始 才能够慢慢的增长 人反复嘛 不可能今天休 明天就成就 一段一段 只要你要累积 慢慢的一步一步来 只要你一步一步的开始 只要你有开始 你就有好的 善种 这个呢 就是跟大家 鼓励 念佛不是迷信的 念佛是一种教育 念佛是一种教学 念佛是一种修行 这样的话呢 你将来 我保证 师父保证 你将来会往生西方境 如果今生不到西方境的世界 你将来不会堕在山土 三二道很苦的 上个星期 师父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我们在地狱一天 人间多少年 两千七百多年 你要知道 一天在地狱 我们人间两千七百多年 很长的时间 所以不奇怪 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 人多三土千节 这个不奇怪 很苦 苦不堪言 所以师父在认 这个释迦牟尼佛在认言经 为什么把地狱的情形 讲得很清楚 就是要让我们 有一个很高的警惕 不要堕在山土 堕在山土 能一进去 不容易出来 那以后那就阿弥陀佛了 来不及了 所以好好修行 好好念佛 好好认真 祝大家 就是吉祥 祝大家 像那个叶果夫人一样 一句阿弥陀佛 老老实实 一生能够成就 大家 谢谢大家 下个星期六 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为什么要念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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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用功 大一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